梅花台风是步步逼近台湾 尤其它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 朝北北溪的方向前进 所以北市这边也做出了相关的防台准备 虽然说从晚间开始 这个雨势是间歇性的并没有太大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疏散门的 这个入口这边就有警方 已经来做相关的管制了 因为包含像是大稻城滑江等等 有九个疏散门在晚上六点钟开始 已经执行指出不进的管制了 也由于这个新的措施 所以包含像是万华以及大同区 部分的疏散门周边的道路 从晚上六点钟开始是可以开放 这个红线或者是黄线都能够免费停车的 也另外由于这个宣兰诺台风才刚离开 马上这个梅花台风又要靠近台湾了 所以石门水库在今天下午 也做出了相关的应应措施 由于是非常逼近了 这个满水位也就是245公尺 所以今天开始 石门水库也做了相关的调节性的放水 另外今天新北市也宣布了 在晚上十点钟开始 在大汉溪左岸有三处的水门 是会在晚上十点钟关闭 相关的这个防台准备都陆续到位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将时间交换跑内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